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907集 刘芬经营蓝凤凰 是走灵兽终端的路子 从来没有想过去做自己的品牌 终端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不用苦心去考虑品牌怎么经营 啥衣服好看就卖啥呗 一直不脱离潮流就行 最早商都的蓝凤凰开业时 本来就是男女服装混卖 既卖女士尼大衣 还搞出个男士的制服爆款羊毛大衣 后来刘芬到京城开店 才把男装剥离 先开业的两家店都是女装专营 靠女装赚了大钱 蓝凤凰又只在京城扩张 总不能遍地开着同样的店吧 后来搞分店时 就多了男装和童装 男装店一开始没有女装销售火爆 却非常稳 销售额是慢慢增加的 不动声色再变多 证明消费者对男装是有需求的 这种需求没有女装那么外露 不代表它不存在 男人就不穿衣服了 他们又不能光溜溜上街 同样是在上班 是在赚钱养家 女人能随便买衣服 男同志不可能就没有类似的需求了嘛 他们需要大衣 需要衬衣 需要时髦的夹克 需要一件穿出去显档刺的皮衣 男人的衣服贵精不贵多 款式不用变化多端 质量最好耐穿点 这是最基本的需求 也是如今空白的市场 男装一片混乱 没有拿得出手的品牌 从阳城发往各地的散货 能被抢光 更多人还依赖裁缝店做衣服 百货商店的男装 就是那万年不变的极款 一点讨好男性消费者的诚意都没有 敷衍 很敷衍 别人不搞 我们来搞 前期可能没有露娜女装火爆 但这生意绝对亏不了 搞一个露娜的副线 把男装品牌 也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亏是不可能亏本的 给露娜打的广告 同样能用在男装上 露娜是时尚多变 男装估计要强调下品质 成功男人 品味男人的衣着呗 陈希良摸着瞎巴 那还叫露娜 一个男装品牌叫露娜 不太好听吧 以L开头的单词那么多 随便取一个呗 叫利尤也行 叫露娜 谁让你和露娜 顾不去了 露娜这名字 的确是太女气了 一个男装品牌 用这个名字 给人感觉怪怪的 陈希良是经常 翻时尚杂志的人 听见露娜就老可同 LV太有名了 他不介意复刻下 对方的经典款 但连名字都跟着叫 陈希良还要点脸面 额 利尤是什么意思呀 利尤 可以当人名 狮子的昵称 夏雪兰就是随口一说 陈希良大喜 额 那就叫利尤 简单好记 寓意还好 这男人嘛 就得像熊狮一样 这个名字 够气派 气派嘛 利尤用于儿童故事 预言时 是狮子 更多是用于表示 天文狮子座呀 算了 和陈希良说这个没意思 利尤 的确要比 雷恩 读起来顺口 那你就是同意 买下Elegance了 买 你是Luna的顾问 你做的决定 迄今为止 都是对的 你要做的事情 我哪次不支持啊 加上我自己 也想占这个便宜 我就双手双脚 都同意 跟着夏姑奶奶 有肉吃 陈希良太清楚 这一点了 夏绣兰抬手看表 OK 那就这么办 我准备回京城去了 希望下周来捧城时 你已经和银行的人 谈好了价钱 夏绣兰回京城 第一件事 就是告诉于奶奶 蒂娜同意回美国 验DNA了 不知道徐叔叔 有没有告诉您 于奶奶撇嘴 她早上来过电话 自己马上从商都 跑鹏城去了 那于奶奶 就是知道了呗 我不会陪着过去 但他们到了美国 我会让温教授的 美国女婿 克劳斯帮忙 验DNA的地方 绝对可靠 克劳斯会一直盯着样本 避免出错 我还找了 温曼妮工作的律所接入 如果实验室那边 敢替换样本 造成检验结果出错 这是要承担 法律责任的 现在根本没有 民间DNA亲子 鉴定机构 DNA检验技术 应用在 刑侦领域 都是刚开拓的业务 要通过DNA 验证亲子关系 还真的要求助 比较顶尖的实验室 于奶奶的手 放在藤椅上 看不出来想法 也只是点头 我相信你的安排 别人可能善意骗我 你却不会 不管验出来是什么结果 我都能承受 我这个老婆子都能承受 你徐叔也必须要承受 于奶奶看得出 儿子还没从 崔义如事件中走出来 虽然崔义如死了 张家栋也死了 看似已经完美解决 可真的完美了吗 两个人死得干脆 留下活着的人痛苦 于奶奶讨厌死了崔义如 死就死吧 还留下一个 悬而未决的迷案 他儿子徐仲义 要一直走不出来 难道下半辈子 都要孤身一人 于奶奶可不觉得 这种单身是好事 儿女将来都会成家 她这个老母亲也会去世 徐仲义 凭啥要为一个出轨的女人 不再娶老婆 哼 别人犯了错 她倒是惩罚起自己来了 当个苦行僧 当给谁看 夏小兰觉得 于奶奶坐在藤椅上 又没骂人 却凶凶的 这凶啊 针对的不是她 而是崔义如吧 出于母亲保护孩子的天性 于奶奶对崔义如的恨意 绝对是带到棺材里都散不了 夏小兰回京城的同一天 徐仲义从商都赶到鹏城 第二天 一行四人就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有徐仲义 有徐常乐 蒂娜 再加上一个非常慈爱的 威尔逊夫人 夏小兰都觉得醉醉的 人家验DNA 和威尔逊夫人有什么关系啊 这人打着关心蒂娜的旗号 干着厚脸皮的事 夏小兰简直无话可说 华国时间三月四日 徐仲义等人到了纽约 一点耽搁都没有 克劳斯陪着他们去实验室 全程监督着 抽取了徐仲义 徐常乐和蒂娜三人的血液样本 徐常乐本来不用验 他为了顾及蒂娜的感受 主动提出来 陪着一起抽血检验 哦 没有人会动样本 我会关注这件事情 做一个加急检验 最多两天就会出结果 岳阳电话里 克劳斯这样向夏小兰保证 谢谢 我知道Cony的预产期 没几天就要到了 你应该照顾着Cony 却要为这件事而分心 夏小兰的生日是7月24日 去年她生日派对那天 温曼尼宣布了 怀孕六周的消息 今年三月 就是温曼尼的预产期 温曼尼本来就是高龄产妇 越到后面又要小心监测 谁也不希望 她肚子里的baby 会出什么意外